为你提供实用百科知识 小尝识 小智慧 小竅门 生活小百科 陪着你 一起为生活增值 大家好 我是吴绍文 香港中文大学 外科学系 杰直尚外科教授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痴瘡 和大腸癌 究竟有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市民都常问我们 究竟我生痴瘡 其实会不会搞呀搞呀变成生癌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痴瘡和大腸癌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说一个痴瘡 不会搞呀搞会变成大腸癌 但反而我想提出的就是 其实痴瘡和大腸癌 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病征 就是大便出血 但如果痴瘡出血的情况 一般来说 就是你会见到 大便和血其实是分开的 很多时候病人往往就是排完便之后 可能他在尴尾清洁的时候 见到有少许血 或者排完便之后 见到那些血是浅在大便上面的 那这个就一般来说 就是痴瘡出血的情况 但是如果他因为大腸癌 而出血的情况呢 他会见到那些血 有时会混在大便里面 见到有些血迹 而且这个病人也都可能会有其他症状的 比如他会有大便习惯改变 体重下降等等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人就说 我痴瘡而已 坦白说 医生有时都未必分得到 究竟那个大便出血的情况 究竟是因为痴瘡还是抢癌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大便出血的话 就不要整天担心是痴瘡 应该早点去找医生去检测 因为很可能是一个 抢癌的病人都不一定的 生活小伯伯 陪着你一起为生活增值